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月重开 师 师弟 师兄 师兄 只要说出反贼蔡九仪的下落 我今天给你个痛快 都给我让开 师育 没事吧 师兄 用内鬼在姐内下毒暗算少林 用习惯 你自投罗网 今天你插翅南飞 给我杀 师兄 师兄 走 师父 不要离开图儿 师父遗愿未了 不许哭 师父 师父 图儿来晚了 师父 你不要走啊 余思尼 你还活着 我们和官兵作战 我拼死救师父 没想到 如今只剩下我们三个 师父可有什么心愿被聊 师父希望将仓暴图 交给广东天逆会 师父 小心 是 你瞎得多 是又怎么样 你这个叛徒 至善这个老徒驴 看着少林被夷为平地 竟然不出面 竟然把藏宝图给你 岂世灭祖的败类 拿到藏宝图 换了荣华富贵 也算是师父被徒弟们 前途铺路了 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至于 解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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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杀 枉杂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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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少林功法被您用得无耻下足 你还算人吗 只要能杀人 什么功法都无所谓 你到底投靠什么组织 你中了我的毒 看你能撑多久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受死吧 师兄 我是你师弟 没你这个师弟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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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怎么样了 师父受了重伤 我们师父藏起来了 师兄 师父 师父 徒儿来晚了 我早已料到会有今天 朝廷血洗少林 就是为了创王最后的宝藏 师父 把藏宝图交给广东天敌会奋斗 把藏宝图交给广东天敌会奋斗 少林大难 因我而起 走吧 兄弟齐心 甘胆相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女 让本官好找啊 你是何人 大人乃朝廷重臣 还不下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女无需动怒 我要想要你的命 你 跑也跑不掉 乾坤不道 妖孽横行 白延圣门 重开日月 一方乌合之众 皇上 对这张藏宝图 非常地看重 哈哈哈 干何我抢藏宝图 既然我们目标一致 可不合作 只要你能听从本官的派遣 我不介意跟你这个妖女一起合作 放肆 圣女 成了 挺过来了 成了 圣女 果然有些手段 俗话说 食食物者为俊杰 我食君奉禄 就要替君办事 你若听从于我 少不了你的好处 说来听听 我们得到密报 洪西关已经带着藏宝图去了广宫 你 藏宝图 我自会派人寻找 见不到藏宝图 我就让你的白莲教从人间消失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冬西关 捉拿朝廷反贼 方氏玉 红西关 悬赏一千两白银 一千两 我这辈子没挣这么多钱啊 这么多 你说能抓住啊 这能抓住吗 反贼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 尚爷不是那么好拿的 这位兄弟 你说是不是 咱们是抓不住 别想了别想了 是 这两个人啊 一定是个罗煞恶人 我们搞不定他 我们搞不定 我们搞不定 是啊 这人是平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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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官 您的包子请慢用 师兄 这下我们可出名了 怎么了 没想到 我不要那么值钱 师兄 你发烧了吧 不 不是啊 师兄 你 站住 我好冷啊 我躺起来 走 烧得不轻啊 张师兄 这冲营也太可怕了吧 我还没吃呢 快走 快走快走 小二 哎 谢谢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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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 师兄 竹山未遇 怕你冷 穿上点吧 我不冷 师兄 你们现在可是名人 那学会低调 会合一下 这衣服是吗 仅剩的衣料买的 快 师兄 冠冰入国 交救一下啦 我 不用 师兄 他果然是个高手 这都能忍啊 厉害 来 师兄 根据师父留下的线索 这里 应该就是天帝会的据点吧 看来朝廷大军镇压 天帝会早已躲在暗处 哎 师兄 怎么办呀 你看到处都是官兵 你怕了 我不是害怕 是担心你的伤吗 算你有良心 我不管 反正师父临终前 将我托付给你了 师兄 你可要长命百岁 我还指望你照顾我一辈子 不替我遮风挡舞呢 师兄 你内伤这么严重 不会死的 你只要有良心发现了 兄弟同心 肝胆相照 走 师兄 没有银子寸步难行 我饿得实在是走不动了 师父早有准备 我的天哪 师父跑路的经验也太丰富了吧 不关准备了银子 连换写的内裤都准备好了 走吧 我们去找下一个联络人 我们正好 你给她理 beet 看看吧 张教徒 打主 娘 咱们 小伙生 飞 蔡九仪大人 藏身少林二十年 还是躲不过这一劫呀 吴大人 我和世宇虽是俗家弟子 但和师父情同父子 如今朝廷却在捉拿你们 蔡大人手下无志信 给大人磕头了 我师父一生忠意在心 虽有憾事 但无心结 蔡大人如今尸骨无存 我 吴大人 不必伤心 先知饿了吧 先吃饭 这 不知道 蔡大人有什么遗愿 我一定赴汤蹈火 师父临终前并无其他嘱托 如今我等被朝廷追杀 处境艰难 是啊 我都已经 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此处人多眼脏 为避免连累吴大人 我等先行离开 师兄 师兄 吃饱了再走也不吃吧 师兄 我们走 这 这 这么多好吃的 用过再走啊 师兄 二位贤侄 师兄 我太饿了 真的走不动了 闭嘴 出来吧 难得你没有在家动手 怕是砸坏了你们家贵重的东西 怎么着也得给蔡大人些面子吧 我就说吧 刚刚应该吃饱饭吧 这饿着肚子怎么打呀 吴大人 你心太紧了吗 我师兄啊 可是我师父的亲传弟子 这最大的本领就是辨别狗贼 凌鸦立齿 师兄 你快看狗急了 今天必须交出藏宝头 师兄 狗叫了 你 又叫了 你骂谁了 师育 保护好藏宝头 师兄 说好的干脉相照呢 你抠我呀 好功夫 先知 朝廷这是用人之计 你好好想想 又是一个墙头草 找死 打死你呀 打死你呀 找他 拳脚够利索 可惜学得太杂了 那就试试我的阴枪 让你知道南拳的厉害 停 快点 打死你呀 你 打 你 撤怕呀 踏人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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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师兄 走为上策呀 龙华富贵你不要 偏要悬那老兔驴 红星关 别跑 下楼残暴徒 连地 师御 快走 赵子 爽了 追 你们是干什么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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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杀人 红星关 得罪的人太多了吧 未来利益就可以烂杀无辜 我跟你听了 别别别别 滚这样 今天我必须拿到残暴徒 有伤 何妨妖人 敢唤我朝廷大使 闭嘴 岳飞 岳飞 你还没有死 龙锡关 受尽无间地狱之苦 如今脱胎换苦 就是要你死 祸害少林寺 害死师父 今天变成罗刹鬼 都是报应 那我就送你下地狱 这难道不是传说中的铜皮铁骨 这还怎么打呀 有杀 打 小黑鱼 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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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放饭桶 唐锡关 知道我的厉害了吗 走 师兄 左围上策呀 快走呀 快 追 唐锡关 血魔外道 冲军大人让我向你请安 去 洪夕鬼 你跑不了 爹 爹 危险 不要回去 危险 爹 姑娘 遭此劫难 绝非我之本意 你放心好了 以后我照着你 以后我照着你 史玉 我叫方世玉 正是我师兄洪夕关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了吧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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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前两天王老爷家中被盗 连米缸都被卷走了 活该 王老爷一个奸商 短经少两 七行八市 正好救我们出口恶计 就是 姑娘哪里不舒服 大夫 这两天腿有点不舒服 腿部关节流活 并无一场 大夫 大概是我疼错了地方了 我是小腹疼痛 麻烦大夫你家 摸摸看了吗 非礼物是非礼物听 非礼物是非礼物听 时玉 还不去抓药 在这里做什么 本医馆是专门治疗 跌打损伤 内科杂症请去街角 李家医馆 洪大夫 洪大夫 麻烦你亲手帮人家 疏通一下经络 好不好嘛 好 好 幸福的同庆 抗天柱 下关 中极 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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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能嫁给洪大夫就好了 我为了嫁洪大夫 我故意把始终摔断了 去 集终 至终 至终 内观 五三里 百里 娘青 一山 七 五里 大夫 三块 什么队子 你这简直就是奇兽 你不是谁啊 这可是我慌容行人啊 你别敢胡说 我撕了你的嘴 对不起 好凶 好凶 走 走 沈大夫 走了走了走了 再看啊 要额外收费了 走走走走 走走 走走 师兄 我看咱们医馆干脆改名叫医红院算了 这胭脂气 把我熏了都快喘不上气了 看医馆的目的 一来是调理伤势 二来是打磨穴位发力之微妙 你 就忍忍吧 好吧 我知道了 竟然真是个俊俏大夫 姑娘 你哪里不舒服 我是来抓药的 时语 去抓药 去抓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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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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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距离看鸽的事 不行了 不行了 你是抓药还是抓人啊 这个方子药力过满 经脉损伤正在调理 切记 知道了 彭大夫 施玉 你见洪大哥笑过吗 没有 那朝廷为什么要追杀你们 看来咱们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爹娘惨死狗官手下 我就什么都做不了 小鱼 是我跟师兄连累了吗 不过小鱼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赤玉 你真好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 你安手 你老妈 你老妈 你来天什么论 这变形结材的事 讲究的是同伙搭配 这样才能舍不到情来吗 老妈 这次啊 就是个高手 高手才有挑战嘛 你看 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无敌乾坤袋 整整用了两张床单 你也太奢侈了吧 这床单怎么看得到眼熟啊 这床单怎么看得到眼熟啊 这该不是我的床单吧 好眼力 老妈 太够分了 这还不是为了给你准个嫁妆啊 付出会有回报的 走了走了 我跟你说老妈 现在就在下面是吗 我看看 我可打听过了 这个洪大夫呀 就是个会识妖术的娃子 专聘小姑娘银子 这回我可要替天行道了 老妈 你好恨得行吗 哈 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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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那么帅 女儿 快下来呀 说好同伙大堂作案的吗 你个没良心的 这么晚还没睡 不会是在想我吧 哇 华才了 柳宋女子 果然是个华贼 太紧了 哇 这么多高堂货呀 能卖不少钱 真像瓦材了 太西风羞辱 大内水分 妇女杀手 人生不分 果然是个华贼 我这有点 要为您除害我 替天行道 原来是白天的小子 这大家伙 这大家伙 顶着不少钱呢 这么重啊 下次换个大袋子再来 华贼 你这身材什么时候变这么好了 还不让碰 挤什么样了 乖 叫出来 哎 你钱够带到哪儿去了 哎 老八 你别想赌场啊你 好好好 水浴 哎呀 快要帮忙呀 咱们方自尾啊 哎 哎 怎么变这么早早了 吃什么受伤闻了 哎 你跑什么呀 这个没良心啊 哎 老妈 你也太过分了 吃毒神啊你 嗯 你会分身术啊你 嗯 这次是个高手 快走快走 人哪 既然来了 就不要走了 正好我的医馆缺了用来 这么帅 不走也行啊 回来你个没出息的 看见帅哥就怎么那么多 早就听说你洪大夫一表人才 是这十里八项的妇女杀手 这文明不如见面 见面不如文明啊 不要说什么 好身手 正好可以磨练磨练我的大枪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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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大夫妙 是我 是你 你说的那个病人 就是她 这位是我母亲 你干什么 左腿经外阻断 淤血凝结已久 再拖延 洪大夫 我知道你医术高明 求你救救我老妈吧 别听这野大夫的 妈这是老毛病了 洪大夫 我愿意在医馆做工偿还 求您了 我对令母的伤 很感兴趣 这个病人我收了 你说收就收啊 我还没答应呢 老妈 要以为你长得帅 就可以为所欲为 师兄 怎么了 水瑜 过来帮忙 你们想干吗 到底想干吗 臭小子 你这是折磨人 还是治病啊 你到底有没有 有点医德呀 伤得这么重 还贸然运功 再不通气邪 邪风入体 左腿必会废掉 你吓唬谁呢 足少阴 肾经被阻断 定是高人所为 这也被你看出来了 妈 你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啊 令母其中痛苦 非常人所能忍受 食欲 噢 凤 天助百劳 风驰雅门 洪大哥 我给你熬了点莲子粥 汤粥 放那儿吧 要不你趁热喝了吧 不然粥就凉了 血脉风行 不知道破解顺序 总是不得其放 可惜我也不通武艺 帮不了洪大哥 小鱼可有心事 我眼睁睁地 看着我爹娘死在我面前 我现在没有亲人 只有洪大哥你了 小鱼 洪大哥 我以后 就是你的人了 我先去忙了 洪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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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令母能忍刮骨之痛 大一命 很了不起 我都不知道 她一直这么辛苦的 我会尽快找到治疗的方法 嗯 我师兄帅一起吧 帅 我 我是跟我母亲看病的 连丈母娘都带来了 真是个高手 看来 吃定我师兄了 你瞎说什么 我支持你 呦呦呦呦 脸都红了 看来 真是一见钟情啊 你别胡说啊 哎 我跟你说 你得创造机会 接近我师兄才行 我 我可不是那样的人 你师兄喜欢吃什么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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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大夫 嗯 小慧 洪大夫 你为何一直眉头紧锁啊 令母的伤病 经络御劫之处 乃是高人 以点穴暗尽重伤 找不到 发力的药灵 恐怕难以找到解决之道 哎 要不 我教你凤眼泉吧 秦徐 会对你有所帮助 武学传承 自有遗轨 我怕坏了规矩 没关系 只要能治好我老妈的伤 我才不管什么规矩呢 我这可是凤眼泉 看着 跑拳法 我呀 也只是学了皮毛 真的凤眼泉呀 分拙 定 碾 进 讲究寸盲毫末之间的得失 天下之大 起义武学 灿如星河 哦 对了 这件事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老妈 嗯 洪大夫 拙定 碾 是 洪大夫 我 我知道了 真是个呆子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洪大夫真厉害 凤眼泉 你们出去 出去出去 都出去 我有话跟洪大夫说 你妈心里有数 洪大夫 我女儿替你家打工 你却偷学我们家武艺 这是不是有点不道德呀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治疗你的腿伤 我不管你怎么学的我们家凤眼泉 反正以后不许再用了 其实啊 也是不想把你扯进江湖纷争中来 就此别过 老妈 你告诉我 为什么只有凤眼泉才可以解你的伤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真是家门不幸啊 女大不周流啊 老妈 是 我叫洪大夫凤眼泉发的 因为 因为 我喜欢他 什么 伯母 谁是你伯母 别这么记着潘青青 我白白养大的心头肉 就快被你吃干抹尽了 我进了你们这个黑店呀 我不想活了 老妈 大爹呀 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啊 我什么都没有 多了 丢不丢人 师兄 你别不承认 你是不是也喜欢小慧呀 如今天帝会的联络人下落不明 没有完成师父的嘱托 我对感情之事不感兴趣 师兄 可是 我不想看你这么辛苦 这就是你让我和小慧在一起的理由 对啊 感情之事不可以强求 好一个感情不可以强求啊 我这么好的闺女向你表白 你还不乐意啊 师兄 我还有点事 你们先聊啊 伯母 好 你呀 跟我死去那死鬼还挺像 人长得帅 功夫还挺好 人也很单纯 我闺女啊 能嫁给你 是她的福气 别紧张 别紧张 我零万彩呀 要求不高 这彩礼嘛 就免了 到时候 随便摆个百瓦石桌的 紧接放邻居过来 热闹热闹就行了 女儿啊 梁雨晶啊 替你向洪大夫求亲了 什么 哎呀妈 你也太着急了 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是 你都向人家表白了 那要我怎么样啊 妈 别高兴得太早啊 咱们虽然不干涉 这个贾大夫的江湖纷争 嗯 但你呀 也别急着去倒贴 你怎么知道她是个贾大夫 你想啊 她武功这么高 跑到这乡下来开医馆 她瞒得了别人 还瞒得了你老娘我 什么都瞒不过你 那是 好 洪师傅大引引于世 真是好胆色 天帝会好汉齐聚 才是威震死放 如今局势混乱 天帝会群雄并起 要是洪师傅入伙 定能齐开得胜 小弟自认无德无能 担不起为乡主称赞 蔡师傅志气尚在 我等定当继承一致继续奋进 天帝会正是用人之计 还请洪师傅不要推辞 恕小弟不能从命 不便之处 望唯乡主见谅 那就从长计议 来 请 敬洪师傅 敬洪师傅 为乡主这么快找到小弟 那我们就早些交接 好 如今按照师命 将藏宝图交于天帝会 还请收下 为乡主 告辞 这就是你们天帝会的代客之道吗 都是自家人误会 洪师傅 天帝会真心求贤若渴 可惜 天帝会已无英雄 敢对相助不敬 洪西瓜 你喝了我的毒酒 还敢猖狂 我背负师命 时刻提防你这样的小人 敬酒不是吃罚酒 你居然能破我的凤眼泉 没办法的伤 是你害他 冬西瓜 你知道的太多了 别让他活着离开这里 怎么样 娘把这拳全部交给你了啊 以后留着做嫁种 知道吗 好香啊 父母 我的鸡腿快烤好了 有我蜜汁给香料 要不过来尝尝啊 还是你小子懂事 比你那师兄上道多了 好香啊 大家快走 什么情况 微风铃是什么人 微风铃 那个小人 他是我夫君李随风的师弟 当年为了贪图全谱 他害死了我的夫君 我这腿都是他伤的 老妈 这些事情怎么都不告诉我呀 傻孩子 不告诉你 那是为你好 渊渊相报何时了啊 现在微风铃是天地会的乡主 野心甚大 你别人听着 你都在高危啊 快走 走 快走 快 快 庄主 他们可能从后门跑了 我追 连罗天地会所有的兄弟 你并不要让红锡馆跑了 是 是 嫂夫人 你让贤弟找得好苦啊 你们快走 这是我的家事 好女婿 我女儿没看错你 居然拿一张假图骗我 还多管闲事 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鸟 我师兄怎么会把真的残暴图给你呢 今天新账旧账一起算 你们谁都走不了 红锡关 我们终于见面了 惨了惨了 惨了 大鬼小鬼一起来了 你是何人 天地会的人呢 回乡主 只要你办了红锡关 拿回藏宝图 我就保你一生荣华富贵 你把天地会搞得乌颜瘴气 你可对得起你死去的兄弟 师父一片苦心 就会在你这样的卑鄙小人手里 我向你搞命 是 微风铃 你这个小人 权金在我手里 有本事过来拿 受死 杀了红锡关 拿回藏宝图者 重重有赏 刀架 空毒杀杀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实相的话交出藏暴毒 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休想找死 师兄死在我的悬下 筋脉尽断 现在轮到你了 往我父亲命来 没事吧 撤 撤 IA 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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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日 小月 上我的秘密武器 好 尝尝我的地址香料 走 伯伯 伯伯 十日 开 这群废物 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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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小杨 小杨 很永远 小杨 此后 如此 小杨 此后 告一混蛋 晚 白莲现世 乾坤震荡 圣女降临 重开光明 一方废物 抓不到红锡关 我就灭了你 封大人 你不是 大家井水不犯河省 我围风铃和你没有瓜葛 你就不想知道 那些人马都去哪儿了吗 天地会能做主的人 都在这儿呢 我一个堂堂的大内侍卫统领 跟邪门歪道都能合作 区区天地会的乱党 就更不在话下 你先想要 除了跟我合作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师兄 怎么样了 心脉尽端 恐怕过不了这一关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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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好起来的是不是 你不要吓我 你不要吓我 女儿 老妈 赔不了你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记住 不要去冒仇 习 习惯 如果 我有来世 我不愿自己是教我 教我中人 我把全部交给你了 这个就作为我女儿的嫁妆了 不要先见你 我把她交给你 我把她交给你 你要替我儿 我儿的 好好照顾你 妈 妈 妈 你醒醒 你看看我 我 我以后什么都提醒你 我求你醒醒了 妈 我不过多多不问问你 没有你 我怎么办 妈 我求你醒醒了 妈 你醒醒了 妈 妈 妈 小慧 怎么了 洪大哥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洪大哥 你是喜欢小慧姐姐了吗 你不是答应过我 要照顾我一辈子吗 小雨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我和小慧姐姐一样 我爹娘都死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就忍心抱在我一个人不管了吧 小雨 是 洪大夫 你骗我 小雨 你怎么了 怎么哭了 洪大哥 他欺负我 什么 小雨 我给你送住 十月 十月 我走了 妈 洪夕官那骗我 我以后该怎么办呀 妈 妈 我好想你 快 抓个人 快点 我习惯 你横刀赌碍 亏我还把你当兄弟 世瑜 你听我解释 你明明有了小慧 为什么还要跟我抢小鱼 世瑜 世瑜 冯大哥 你们别打了 世瑜 你没事吧 宏大哥 不好了 有光碧来了 劉璃 圣女驾迎 圣女 得到藏宝图 我给你寄头补 封君大人 运筹帷幄 定能得偿所欲 圣女 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小语 我问你 我师兄到底有没有欺负你 世玉 原来 一直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 死到临头还亲亲我我 放两位姑娘离开 我把藏宝图交给你 洪西关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杀了我们 你永远找不到藏宝图 你 我谅你也耍不出什么花招了 放人 快走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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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白莲花开 乾坤震盪 兄弟齐心 肝胆相诏 藏暴徒就在我身上 想要过来挠 杀了他们 杀 你没事吧 没事 快走 喂 风铃 你害死我爹娘 现在还要做外道妖人 我加入白莲教 也是迫不得已 小语 你先走 等我杀了这个仇人 我再去找洪大哥 你快走 快走啊 走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的 怪不得我了 你快走 喝 吓 快走 走 走 我 走 我 走 走 我 我 有你我杀了你 花猫丫头 死不量力 花猫丫头 死不了 花猫丫头 花猫丫头 你姑父果然比我强 妈 这才是封烟权真正的娘子 妈 我终于替你报仇了 封君大人 平夕王爷让我向你和皇上请安 你是五三归的人 封君大人 你背叹空铜派投降朝廷 辱我圣门 必遭天击 要你 封玉 快走 封锡关 终于找到你了 为了藏宝图 你们妄生杀逆 让无辜之人死于非命 师父让我不要复仇 一面夜火缠身 可惜不利此劫 终不得解脱 来吧 封锡关 今天你插翅难逃 你被利语熏黑了头脑 你被利语熏黑了头脑 荣华富贵 谁不想要 荣华富贵 谁不想要 荣华富贵 谁不想要 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 少林寺 今天我就要为少林寺清理蛮户 爹 好 呜呜 你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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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 别过来 再过来我杀了残暴图 世语 你的残暴图是假的 真的在我这儿 敢耍我 剃 骑士灭俗 无中不义 恶会缠身 勇度击击 你打的什么拳 拳开天门 威阵八方 红拳 杀了你 跟师父报仇 师父 师父在世 也不想看到这一步 我们习武人的目的 不是为了杀人 师兄 师父 月流 师兄 你拿假毒虎人 说好兄弟同心 甘胆相照呢 我差点你给害死了 刚刚烧的 不会也是假的吧 假的 连我你都骗 这也太过分了吧 要不我们怎么是兄弟呢 师兄 你居然笑了 这也太难够了吧 这也太难够了吧 我还没想到 洪大哥 你快走 白莲天门阵 生死转换 镇压妖面 我有天地正气 先破了你这个妖阵 洪大哥小心 走 走 走 妖女 还不现身 白莲愁开 震荡乾坤 圣女降临 一统江湖 小鱼姑娘 无愧是红西关 赵慧赋予的傀儡所提身 勾结无三跪 击杀封军 意图天下大乱 你处心积虑 让我和施玉信任 无非就是想得到藏宝图 爹 爹 能办 封军大人 订筹帷幄 定能得偿所愿 我看 原来你就是白莲圣女 小慧姐姐 你可真的是生了一副好心肠 谁是你姐姐 你这个妖女 你竟离间我和施玉的兄弟情义 意图坐收渔翁之力 你真以为世间中意 是你可以染指的吗 妖女 今天我就铲平你这所谓的密谈 红西关 你亵渎神威 就不怕五雷轰你吗 好 好吧 你不怕我 criptor 你不怕我 走 驾 红大哥 手下留情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舵主 这是仓宝图 请总舵主收号 西关不如留下助我一臂之力 我对江湖纷争再无兴趣 世间大乱 受苦的都是黎民百姓 西关仁义无敌 有缘后悔再期 后悔再期 师兄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送你回家 送我回家 不用了 我武艺高强 可以自己回家 遵照师父的嘱咐 我要亲自护送你 平安到家 师兄 这次上家的藏帽图 是不是真的 真的 真的 绝对是 你们好烦哪 我可以帮你走上来的 对啊 这次咱们在这里 我还给你回家 帮我做的 我帮你多了 我帮我帮你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